你刚刚站着 我觉得每一件好事情不容易得到 而且如果太容易得到会不珍惜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我是阿比林慧君 这回要跟你们说什么呢 如果您用头就写下的 好很多 不 看 再來 給我30秒 精雕細琢選手們每一個動作 力求完美再完美 在這裡她不是藝人瑞莎 而是一位專業的韻律體操教練 高的 高的 Yes 有你 你們前面的腳太低了 你們一開始前面的腳要 往那邊 在烏克蘭韻律體操 算是 最流行的一個女孩子的運動 就幾乎每一天電視上 都會鋪一個韻律體操的比賽 也一直有小小的夢想 電視上會有我出現 瑞莎的家世相當不凡 父親是醫生 母親是大學教授 而瑞莎因為生性害羞 從三歲開始練習韻律體操 培養自信心 因為表現優異 瑞莎六歲就被選進烏克蘭代表隊 年年奪下全國第一 甚至在歐洲去比賽 拿下第三名 堪稱當年烏克蘭藝術體操界的 最亮眼明星 因為我的個性我做什麼 我都一定要做到最好 我那時候念書也是 學校裡最好的學生 然後練體操也一定要第一名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韻律體操 現在可能也不會有 我瑞莎這個人在園藝圈 但在15歲那年 瑞莎即將代表國家出戰奧運的時候 卻因為在練習時 失利不當導致膝蓋受傷 被迫離開體操界 練的話也沒辦法練多久 因為每一天打麻藥好像已經很嚴重 然後有時準備要進大學 因為媽媽是教授 所以我也不能丟練 但那時候就決定我還是去很專心的念書 喊來放棄體操選手夢 將重心轉移到課業 幸運的是 上天為他開了另一扇窗 他被模特公司向重 前輩出資送他去職訓 更透過拍廣告 這短短4年不到20歲 瑞莎就存到千萬台幣 再加上烏克蘭買了房子給父母住 媽媽就說你去去去去去 你去選這樣子會可能跟模特一樣 可以漂亮的作秀啊會化妝 所以我一開始為了這些去上模特兒的課 沒想到不到一個禮拜 就有一個韓國的廣告 叫我去韓國去拍 所以我到現在沒有畢業那個模特兒學校 忙著賺錢也不忘學業 瑞莎只要工作有空檔 就鑽進書本苦讀 媽媽更是她的家教 不僅成功拿下經濟學碩士學位 也開啟了另一份緣分 台灣也是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來這邊拍廣告而已 台灣是一個印象嗎 第一個印象 開心還是害怕 不喜歡 不喜歡 因為我那時候碰到的 計程車的司機讓我嚇死 然後她就是 吐那個血還開始吐血 就讓我更嚇到 後來過了一陣子我才知道那就是冰冷而已 不過當她第二度來台灣的時候 想法逐漸改變 那時候在台灣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我的朋友也帶我出去玩 帶我出去看日夜堂 太入客 然後帶我去看海山 泡溫泉 就覺得哇天堂 那你喜歡怎麼樣的男生啊 我嗎 我很喜歡 高高 轉轉 眼睛小小的 22歲那年 瑞莎在偶像劇二作劇二文中 出演克麗斯丁一角 意外在台灣打出知名度 誤打誤撞進了演藝圈 受邀大眼精品 還很低 洋娃娃般的精緻臉孔 以及無辜電眼 不僅在螢光幕上吸睛 在圈內也不乏有人追求 王東成 王伯傑都曾跟她傳過緋聞 但很少人知道 瑞莎早在20歲那年就結過一次婚 嫁給了到她10歲的俄羅斯丈夫 她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男生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嗯 差不多就可以結婚了 但結婚後 因為人事太少了 我們結婚前就認識一個禮拜 真的是太急了 我那時候還想 就發現我們未來的看法不一樣 就她那時候要去住俄羅斯 然後我也不想去住俄羅斯 我喜歡台灣 然後她那時候就很想要有小孩 想要有小孩是很棒 但我那時候20歲 我沒有心裡準備 就變成是因為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心裡沒有準備好當好好的老婆 好媽媽 所以過了三個月就離婚了 然後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 因為我好像也是就答應她了 然後她也沒有做錯什麼 然後是我自己 對啊 那時候太小 然後比較不懂事 這段失敗的婚姻 在瑞莎心中埋下恐婚的種子 26歲那年 她遇到了現在的老公 身家上億的協業小開Mike 明知道對方是對的人 但卻始終不敢點頭下架 她求婚非常多次 她幾乎每週在我的陽台下面 都會瑞莎瑞莎 我很愛她 但我很害怕再失敗第二次 除了恐懼婚姻 瑞莎心中還有個隱憂 我那時候剛出生不到一歲 然後那時候在海邊跑 跑來跑去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新聞也沒講 1986年 那時人屬蘇聯的烏克蘭 爆發了史上最慘重的核能事故 當時爆炸釋放出的輻射劑量 比廣島原子彈多出了400倍 當時才一歲的瑞莎 雖然住在600公里遠的奧德薩 但輻射污染物 進入了大氣層 擴散到整個烏克蘭 人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吸進了看不見的輻射城 所以其實在我這個年紀 在烏克蘭現在每個第三個女生 不能生小孩 太可怕了 因為你感覺不到什麼 你看不到什麼 但其實身體裡有很大的影響 根據統計 自從核災發生後 先天性缺陷的孩童 比災變前增加了好幾倍 這個數據也讓瑞莎擔心 自己會不會也生下 基因缺陷的孩子 我那時候一直說 我們去做檢查 然後她一直說不要 你做不做檢查 不會改變任何的事情 老公麥克的一句話 以及20多次的求婚 終於讓瑞莎感動下架 並且在婚後隔年 生下了健康的女兒 尼卡 我懷孕的時候真的是 其實我到現在 真覺得是 謝謝上帝 又哭了 真的是一個上帝的禮物 愛上台灣人 也把自己當作台灣人 加上尼卡的到來 瑞莎從2013年 開始申請規劃台灣 但等到結婚了 孩子也生了 身份證依舊沒有下來 放棄國籍非常難 因為放棄國籍 要烏克蘭總統簽名 因為那時候要給她 一個保證書 會發國籍給我 我不知道她認同什麼 但她一直教我 去北京拿文件 我說我沒有要跟北京 拿任何文件 我是住台灣 我的家人在台灣 因為根據我國國籍法規定 外國人申請規劃 必須提出 上市原有國籍的證明 但烏克蘭卻不承認 台灣是個國家 遲遲不合法證明 因為烏克蘭不能雙國籍 你如果拿到一個國籍 你的烏克蘭的國籍 會自動消失了 所以我們在台灣 試了新的方式 所以他們給我了 這一年的暫時護照 我就回烏克蘭給他們看 有喔 有 烏克蘭的護照就消失了 由於台灣沒有烏克蘭大使館 瑞莎挺著運渡 往返北京 日本跟俄羅斯的烏克蘭大使館 飛行超過20趟 終於在2017年 成功放棄國籍 當了兩年的幽靈人口 終於在2019年 拿到了中華民國身份證 正式成為台灣人 所以我常常會說我上一輩子應該是 就這裡的人 我還小的時候有去雙民 在烏克蘭也很會去雙民 那時候老師也跟他說 女兒可能會離開這個地方 去很遠她上一輩子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們會跟著她去 回想三十幾年前 家鄉秘女師的預言 曾經被瑞莎父母視為無稽之談 如今全家人還真的隨瑞莎搬到台灣定居 繼續生活在一起 每一次走過去這樣子去教的時候 都會看這些 覺得好可愛 正式成為台灣人之後 瑞莎也不忘回饋這片土地 一次帶女兒認識韻力體操 意外的跟桃園龍潭雙榮韻力體操隊結緣 近年來她更投入台灣體壇 陳莉瑞新韻力體操協會 自掏腰包培育選手 專門 直直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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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我覺得比較好看 最多專 好看 我們跳得好的時候 她會就是給我們鼓勵 就是還滿不錯的我覺得 對 給我們比較大的執行 對 有對到音樂嗎 對阿 有沒有很漂亮 有 一張中華民國身分證承載著瑞莎的故事 這個烏克蘭女孩因為愛在台灣落地生根 連弟弟的未婚妻也是台灣女孩 瑞莎吸著父母 南千到八千公里遠的亞洲國度 在北台灣基隆定居結婚生子 她從來都不想只當個漂亮的洋娃娃 瑞莎努力的為人生注入新的靈魂 讓34歲才開始的台灣身分 5月初立業篇章 好厲害耶 希望大家都很幸福 還幸福姐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了你 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 Everybody 現在阿比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聞網的APP上架囉 多一個下載 多一份力量 現在請你掃描QR Code 完成下載 並且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216 或者是資深的CTI699 挺中天監督的力量 請觀眾中間 robust 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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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t